甲好农业重养殖,分享农村真实生活 大家好,这里是萨诺雷哥 小麦要高产,选对品种是非常的关键 那么接下来的视频给大家分享的是 以下这十几个高产的小麦品种 是我们河南主推的几个高产品种 它们母产对地的话会达到1200斤 高达1600斤 甚至1700多斤的产量都会有的 那么跟随我的镜头 咱们看看以下就这么多高产的小麦品种 作为屏幕前的朋友 您呢,你有没有在中呢 你知道几个呢 来,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 随着我的镜头 咱们给大家切换一下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河南主推的小麦高产品种 一共是15个 首先呢,咱们先看第一个 那是新麦26 该品种是由新乡农科院选育的强劲小麦品种 在2010年通过国家审定为半冬性中熟的品种 不耐道顺寒 猪高80公分左右 抗脑性一般 是我国首个育成的超强劲小麦品种 品质指标和加工指标完全可以比美 国际优质 国际优质常见小麦 是优质的订单生产的首选品种 也是河南省主推的优质常见小麦品种之一 接下来再看第二个 那是正麦1860 正麦1860是河南省农科院选移出来的 研究出来的半冬性小麦品种 由周麦22为母本 正麦1410 正麦0856为副本的 小杂招的选移而成 是河南省主推的优质常见小麦之一 第三个那是百农4199 该品种为半冬性品种 全生一期226天左右 适合在黄怀东片区河南 除了那个信仰以外 像南洋啊 还有一些部分地区 陕西西安 魏南 咸阳 同川 这些地方也可以少面移来进行播种的 这个品种呢 也是河南主推的优质常见小麦品种之一 接下来咱们再看这个 就是西农511 西农511呢 可以说它属于西北农科院 选移出来的 抗寒 节水型的小麦品种 它朱高呢 可以说是78.3公分左右 分裂能力强 耐道处有寒 能力中等 抗导性也是很好的 它的叶片比较宽大 叶展 连续三年为河南主推的品种之一 接下来咱们再看另外一个 那是百农 矮康 58 该品种是由河南科技学院 选育的一个化时代的小麦品种 在2003年通过河南审定 在2005年通过国家审定 竹高70公分 静盖粗壮 抗导能力强 耐春寒也是比较好的 连续五年成为全国主导品种 连续八年成为河南主导的品种之一 接下来咱们再看另外一个 那是西脉26 西脉26呢 适合中国黄怀东片区 河南信阳南阳 还有安徽的北部 江苏北区 还有陕西西关这一块 都是可以来进行播种的 河南主推的 呃 长径小麦品种之一 接下来咱们再看另外一个 那是正脉136 正脉130呢 它属于半冬性小麦品种 啊 它是生长周期225天 它可以说它属于 矮抗58和自己卖22杂州的 酸原生的 也是河南省主推的 长径小麦品种之一 呃 除了以上的这些品种之外呢 像微龙169百农207 怀星5号百农307 商脉156丰德存卖20平安11号 等这些小品种呢 它也属于河南部分地区啊 优质强制小麦品种 呃 来进行包装 也属于河南主推的品种 以上呢 就是简单的给大家所分享的 我们河南主推的啊 12个 那15个小麦品种 作为屏幕前的朋友 您呢 你觉得以上这些品种 你有没有种植过呢 有没有了解过呢 把你的观点和你的想法 打到评论区 大伙们分享分享吧 好了 今天视频就和大家落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比这个更精彩 下期不降不散 拜拜